消费官 我比较自我 消费比较随性 经济实惠 开心就行 越光足 越节主义吧 物有所值 该花就花 集市情乐吧 享受当下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刘轩婷 现在90后和00后 逐步成为新时代下的消费主力军 那么这件年轻人的钱都花去哪了 是延迟满足还是享受当下 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我是01年出生的 然后每个月大概会花4000块钱左右 今年21 然后每月的话可能上万了吧 90后92年的 花的比较多 感觉得有两万块钱吧 98年出生的 加起来大概有12000左右 可能占往收入的70%到80% 98的 大概8千 就是收入全部 就房租和生活开销是比较大的一部分支出 包包呀 衣服呀 化妆品呀 有时候想省钱省不下来没办法 大多都是还款 之前提前消费了嘛 比如说去北沙 历史逃脱 一套花再来 其实每个人也会谈到很多 其实最多的话可能还是球皮 一刷就两三千那种 网购直播还有宠物 会给他买零食呀 玩具呀 然后包括还会去带他经常美容 我在健身 所以在健身上花钱 但我的开销的差不多50% 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 自己的投资不会手软的 区别太大了 爸妈当时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的时候 也能供着我上学 还有家里吃喝 还有家里房贷 可能他们觉得我的很多花销 都是没必要的 相对于老辈人那种 更喜欢存钱 存定期存活期这种 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 有一定风险性的 比如说偏理财 股票基金这类的 超前的消费 我觉得在我们这代人 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 觉得父母那一代 对信用卡就是比较抵触的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的话 可能比如说 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好像 很合我胃口 可能就是一瞬间的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去满足它 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还是很愿意花钱 父母那一辈可能就是比较节省 像我们就攒不下太多钱 说我的金钱我做数钱 花了代赚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小孩 是富啊 我也不太清楚 我要知道我不就富了吗 多赚多胜吧 攒钱嘛兄弟们 攒钱嘛 努力攒钱发展富业 还是靠创业吧现在 比新型行业还是挺多的 一辈子当打工人 我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喜欢的 对此专家认为 这世代青年成长于全球化 移动互联网 整体性消费升级的环境之中 有更高的消费力 消费场景也更多元 对于金钱的理解 在不同代际之间一定会有差异 专家表示 应站在更宏大的背景下 看待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并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合理的消费观 90年代的01年代后的年轻人 应该说他们处在国家的发展阶段 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 国家的社会保险支柱 比如说整体的富裕程度 它对未来的现金流 预期是比较强的 这不是一个坏事 也没必要去指责它 但是当然从另外一面来讲 我们要批评这种过分的消费主义 以及网顾自己这个债务情况 导致自己到最后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界 这个青年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 自己当然有一个把握 对自己的未来呢 有一个规划 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更好的一件事